您不能不知道來看到 暑假旅遊旺季民眾入住飯店 對於沒有使用完的備品 到底什麼可以帶走 又有哪些是不能帶走的 常常分不清楚 很容易就把毛巾 浴巾都打包回家 有飯店業者就幫大家解貨 也統計出最容易被順手牽羊的物品排行榜 像是床邊的鬧鐘 睡衣 浴袍 還有瓷器 茶杯等等 暑假迎來國旅旺季 到飯店好好放鬆一下 但入住後的備品 究竟什麼該拿 什麼不能拿 牙刷梳子吧 毛巾那種應該就 毛巾其實我不太確定 毛巾一開始是有想過啦 當然覺得應該是不行的 這種小毛巾 那客人可能不論是他在攜帶 或是使用上都非常方便的時候 他會想要把它直接帶走 直接找來飯店業者幫大家解貨 其實只要是一次性的盥洗用品 通通都能打包帶走 還有室內拖鞋 甚至是洗衣袋 也不用客氣都把它帶回家 但比較容易產生誤會的 就是房內的mini bar 究竟是不是通通免費 部分的業者 除了酒類的飲品之外 看到的其實都能免費吃 吃不完也能帶走 只是桌面上看到的 瓶瓶罐罐要歸還 還有你可能想不到 最容易被順手牽揚的 物品排行榜大公開 第一名竟然是床邊鬧鐘 還有飯店提供的睡衣浴袍 浴巾 毛巾 通通都榜上有名 不要以為神不知鬼不覺 業者是有權利 起房客歸還或付費 東西不見的話 我們會立即第一時間通知客人 支付費用 然後真的把它帶走 那或者是說 他再把它寄送回來 那其實對於房務人員來講 如果可以全部帶走的話 其實也是減輕他們的工作壓力 他們不需要再反覆的去檢查 下次入住飯店 可別把喜歡的通通帶回家 鬧出大小話 借台北綜合報導